哈喽大家好,我是二姐 今天咱们来做豆沙 比买的还好吃,做法一看就会 准备250克红豆 用清水清洗干净 如果有时间,可以把红豆泡一晚上 倒进电房锅里 加入清水 跟鸡子煮饭的水量差不多 按煮饭键 煮好后 往里面加入一勺白糖 一勺红糖,搅拌一下 糖根据自己的口味增减 勺进泼比基尼 没有泡的红豆煮出来有点干 加入少量的清水 这样比较容易打一些 泡过后煮的红豆水分会走一些 可以不用加 锅里加点食用油 最好选择油味比较淡的 把豆沙放进去 开小火慢慢翻炒 中间要不停的搅动,以免糊锅 把豆乳的水分炒出来 炒了这样 不易掉下来的状态就可以了 这样我们的自制豆沙就做好了 口感沙沙的,软烙香甜 比外面买的好吃太多了 自己做的豆沙,干净卫生 吃着也放心 想吃的话就赶紧试试吧 喜欢记得关注我 谢谢大家